去年开箱了一个爱心蓉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都已经冻黑了 都已经全部都黑了 有的花肉味还能活吗 估计 好多的花肉呢 也都知道啊 来的时候叶子全部掉没了 我认为要嗝屁了 然后我就给它扔到棚里面了 没想到奇迹般的长了叶片 还结了果是吧 结了很多那种小果子 之后呢 现在是长成这个样子了 生命力是非常的强 它的叶子也很好看 就像小爱心一样 而且呢 带有这种金边 谁叫爱心蓉 哇 这个是真的哇塞了 之后呢 我们静点就给它种了一个盆 现在长成这个样子了 好的话说 老花一这个怎么样 这个是非常皮实和好痒 光照强一点 OK 无所谓的 光照少一点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胶水了 相对来说是洗羊的一个 胶水呢 就干湿循环 不干不浇 干涂焦透 不行了 上个筷子插到中间 定期抽出来筷子看看 筷子的干湿 您就可以分明白了 用盆用土要求不高 但是呢 一定要排水透气 你只要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土是随便用的 最低气温呢 尽量的要在五度以上 如果说五度以下 也会落叶子 时间长了会冻伤 我们那个是偶尔冻了一会 别的没伤 肥料选的是通用型的 把缓式肥往里面一放 它就呼呼的长 一直在长 一直在长 也不怎么需要打理 也不怎么需要修剪 然后呢 就很像小树一样 茁壮的去生长 蛮有爱心的 我是彻底的被种草了 对于肥料的要求不高 对于光照的要求不高 对于浇水的要求不高 反正新手呢 是比较适合的 然后呢 很多花手 从去年一直追着我要 一直追着我要 然后呢 给大家搞到一批 而且是用进口的泥碳土 去养护的 满盆的根系 满满当当 同款的呢 给大家放到下方小房车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一篇关于爱心容的一个养护 分享给了大家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人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